新闻大事件的观众朋友好 今天是2024年3月31号星期天 我是王静怡 首先再次提醒朋友们 我们的节目一周播出两档 另外一集是在周四早上10点播出 请大家多多支持帮忙转发 感谢观众朋友给我们上一集的节目留言和点赞 另外有观众表示 前几天发现订阅我们的节目被取消了 也请大家注意一下是否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那么请您重新按下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的播出了 在广告时间里和您分享 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的故事 谢女士因为不幸的跌倒事故而受伤 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盖的疼痛 然而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保之后发生了变化 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她的改变不仅体现在行动上 她的夜间睡眠品质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终于摆脱了多年的夜尿问题 谢女士的经历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提醒我们 无论面对怎样的健康挑战 总有解决之道 如果您或者是您的亲友 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 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保 更多的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520网站提问 将有专家团队为您解答 那请注意 谢女士的故事反映的是她个人的体验 结果可能会因人而异 我们鼓励消费者 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 咨询医疗专业人员 那么这一集的新闻大事件 我们来关注的焦点是一带一路 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态势 事实上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13年 就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 大家应该早已经是耳熟能详了 在这10年的过程当中 快速发展 也听到了不少为人所诟病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议题在本周 又成为了议论的焦点之一呢 因为近日澳洲高级经济学家 亚历山大达央特撰写了相关的文章 他除了专注于澳洲外交政策及发展 太平洋岛国 南太平洋 美国和亚洲都是他的研究的焦点 特别是他曾被邀请在美国国会 和法国国民议会作证 所以他的论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达阳特在文章中指出 中国已经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基础设施的 融资合作伙伴 但是北京方面的承诺 和他的实际兑现目标之间存在着500亿美元的差距 此外 近年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签署的新项目交易 大幅度的减少 这和中国海外基础设施融资 在全球范围之内的下降是一致的 但是达阳特认为 一带一路很可能将继续的在这一地区发挥作用 而且了解其整体背后的原因 关系着这一地区的地缘战略竞争 非常的重要 这也可以解读为 不要忽略了习近平的野心 那么我们邀请的专家们 又是怎样解读 吃什么样的观点呢 另外一方面 一带一路在中东中巴经济走廊的一个项目 本周有5名中国的工程师 受到了自杀式炸弹攻击而身亡 这已经是这个项目第二次受到这种炸弹攻击 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这些攻击者这么仇视中国人 并且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呢 请看接下来的报道 3月28日 澳洲洛伊研究所印太发展中心发表题为 中国在东南亚的一带一路 大型项目的雄心和实现文章 中心副主任作者达阳特在文章开篇就说 中国已经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基础设施的融资合作伙伴 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认为一旦一路倡议下启动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现在是东南亚发展格局的一大亮点 这个地区的34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当中 中国参与了24个 这些项目耗资在10亿美金以上 轻松的就能成为最大的基础设施融资合作伙伴 但是北京作出承诺 却没有兑现的项目融资总额缺口 总计已经超过了500多亿美元 其中一半以上的项目 要么被取消规模缩小 或者是似乎不太可能继续进行 此外 近年来中国在这一地区 签署的新项目交易大幅度减少 中共当局把原因归咎于疫情的发生 2020年 中共外交部宣称 20%的一带一路计划 受到2019COVID-19的严重影响 文章表示 一个具体的假设 是因为对旅行 工人和货物跨境流动的限制 以及当地遏制病毒传播的措施 COVID-19疫情大流行 其实影响了中国的项目实施 但是 大流行造成的破坏 只是一部分的解释 文章的分析揭示了更微妙的情况 其他因素似乎对中国在东南亚项目的 低执行率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项目的性质和规模 文章表示 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项目通常都规模庞大 近90%的ODF项目 其中在基础设施领域 跟卫生和教育其他领域相比 基础设施特别容易出现延误 和进度下滑的影响 雄心勃勃的 全面偏向针对大型的项目 也就放大了风险 中国参与的14个大型项目 涉及10个化石燃料项目 4个水力发电项目 剩下的10个占总价值的70% 属于交通运输部门 7条铁路 1座机场 1座桥梁 1个港口 这24个项目的融资承诺 总额达到了770亿美元 但是在执行方面的缺口 却超过了520亿美元 这24个项目的平均完成率 只有33% 其次 政治格局动荡不安 某些情况下 东南亚国家的不稳定 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 带来了挑战 另外一个原因 是跟当地利害关系人的接触不良 包括各级政府 社区和民间 还有一个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因素 因为中国有过剩的产能 有很多的劳工可能在国内 已经没有工作可以做了 因为中国也就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 把所有该盖的基础建设都盖完了 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些钢铁厂等等的 所以就有过剩的一些产能 那也许他们觉得这样是 最好利用这些劳工资本的一个方式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 于伟雄教授向本台分析 基本上这些需要建设的国家 本国经济没有受到连带的正面的影响 他们发现这种政策不是最好的政策 最后我要再加强一点 其实中国本身有一些 现在经济下行的一些问题 中国的这些银行本身可能也缺钱了 所以我觉得也很怀疑 他们能够像以前一样 继续来支撑这种大的基础建设 这是最主要的 因为不管是公家的或失人的投资 你都要去算它长期的投资报酬率 比如说你建这个项目之后 带来这个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是什么 然后有没有增加税收政府有没有办法 借由这个税收来还这个贷款 这个是这些东南亚国家必须要想清楚 规划清楚的 文章认为了解这些模式背后的原因 对于无论是东南亚的发展 或者是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战略竞争都非常的重要 此外研究出阻碍中国兑现目标能力的原因 对于判断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地区的雄心成败 以及了解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也是至关重要 我怀疑他做这个东西不只是说要解决国内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 他还有地缘政治战略的考量 希望能够笼络这些东南亚国家 然后来增加地区的影响力 那其他国家就没有这么多的这些动机在里面 他们做这个投资的规划也比较审慎 于伟雄分析 现在中国本身因为过去长期的投资过剩 房地产泡沫化 因为没有需求时 边际效益就是富的 就成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中国本身是这样的 所以很容易把这个模式带到国外去 其实中国本身的债务也非常的高 高得吓人 所以现在再把债务出口出去 于伟雄指出 不论是先进国家或者是中国 保持什么样的目的来帮助这些开发中的第三世界国家 进行基础建设投资等 一定要规划好长期的成本效益的分析 通常一个投资项目产量如果增加 边际成本就会逐渐的降低 随着你的产量的增加 没有需求 在做这个投资生产其实是亏钱的 那一般的就是说经过仔细市场 精算的这个结果就不会再生产了 那中国还是继续在做 就面临到现在这个问题 对 就是中国有这样的一个习性 然后现在就出口到这些东南亚国家 中国他们就是一直盖上瘾了 要想清楚 规划清楚 是真正有效的 然后才去做 这个不只是对于自己本身 出资金 出劳力 出资本的国家 还有对接受这些投资项目的国家 都是好的 文章还表示 一带一路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许多借款国的债务危机 和中国本身不得恶化的经济状况 加剧了人们对一带一路倡议 将陷入停滞或者是衰落的预测 从对中国海外基础设施 融资规模的追踪显示 近年来新增融资大幅下降 导致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 一带一路正在消退 但是在东南亚 情况显得是更加的微妙 一带一路似乎可能继续 在东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当中 发挥重要的作用 独立媒体人 信民两岸研究协会理事长黄青龙 向本台分析 现在一带一路的确出现了一些不确定性 美法兑现的融资承诺缺口是越来越大 主要是因为现在中共当局已经没有钱了 但是东南亚地区好像还不能够脱离 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的依赖 没有办法兑现的部分越来越大 是因为中国政府本身现在已经没钱了 中国自己经济都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危机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作者又认为 这似乎是一个相当微妙的一个情况 是因为东南亚地区好像还没有能够从 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基础建设的依赖 能够脱离 还有一个地缘政治的关系 因为中国现在加大了对东南亚地区的 全方位的影响 所以就使得在东南亚地区 尽管它内部的政情 甚至说一些民间社会 对一带一路有产生了一定的排斥 但是中国经济的确是面临很大的挑战 所以在做这些大型的投资项目要更加谨慎 如果没有效益的话 这个国家不会受益 也没有经济成长的好处 然后最后亏了钱没办法偿还 其实中国在南亚或者是在非洲 有一些项目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比如听说斯里兰卡 就是因为盖了港口之后 没办法偿还债务 就把那个港口整个租给中国 好像99年的现象不是很好的 新一届去年10月份举行的 一带一路论坛 展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历程 中国正在吸取经验教训 从大型的项目转向小型项目 并且将重点放在风险管理 诚信合规 工人安全项目准备 财务禁止调查 以及更高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文章最后指出 中国共产党最高层 也就是习近平 有明确的意图维持一带一路倡议 希望维持一个持久的 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 和伙伴国需求的一带一路 尽管一带一路现在明显的碰到了一些难题 可是中国并没有完全停止 可能要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有没有替代方案 也就是说如果东南海国家 他们还是持续需要 有一些更大型的基础建设 而现在除了他本国的投入以外 来自于外面的资源 那么中国现在资源看起来 有出现了一些问题 可是其他国家有没有办法补充 黄青龙分析 今年来一些国家已经着手计划 帮助开发中国家的基础建设 尤其是去年 美国已经准备增加 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设施的多边计划 称为全球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 被认为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对手 欧盟也有名为全球门户的计划 将进行3000亿欧元的投资 来促进数位能源跟运输领域的连结 同时日本去年修订了一个 日本跟发展中国家的开发合作的大纲 准备要主动地向开发中国家提供援助 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受援国提出要求 甚至包括印度在去年 他们也跟中东跟欧洲 有一个所谓的三方经济走廊提出 这个也被认为是一个来对应 中国的一带一路的一个相伪抗衡 可是他们在进行这些宏伟的计划的时候 各国的步调并不完全一致 它最后能够落实到什么程度 应该说它还是有若干的疑问 而中国本身它就是一个从上到下的指挥的系统 就也突出了一个很大的情况 就是在拓展所谓的全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态势上 各国已经对中国有所警觉 可是各国之间的步调能不能够其一 以及所承诺的预算能不能够到位 那个复杂度跟协调的困难度 应该说可能还比中国还更大 所以现在进入到所谓一带一路的2.0 接下来一方面看到中国有没有办法 真的克服它内部的经济困难 还有余力来给予支持 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 这些世界的其他的国家 在面对这个问题之后 它有多大的能量能够真正的投入 因为对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讲 他们最在乎的恐怕是 实际上的这个投入建设能不能够汇集到当地 包括它的上层领导 也包括当地的这个居民 这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一带一路所出现的问题 余伟雄分析 今年以来西方国家 包括以美国为主的世界银行 都有这样一个关切和担心 认为必须加强对于这些开发中国家 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 帮助这些国家的基础建设 不让中国借有一带一路的名义 来垄断这些工程 拓展中国的影响力 另外一方面 余伟雄指出 过去中国一直批评 历史上西方的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 称过去西方国家到第三世界国家 携取资源 图立自己 所以我觉得中国要想清楚 现在21世纪 是不是自己也想要做这个类似的事情 就是说自己过去批评 西方过去殖民主义的一些做法 然后现在自己在做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检讨一下的 作为一个大国 是不是在21世纪还要这样引起世界各国民众的反弹 这个就是你种什么因就会有什么国 所以这个大家都要好好思考 另外一方面 本月26号 在中东巴基斯坦 卡布尔普赫图赫瓦省 贝沙姆地区发生了一起自杀式炸弹攻击 造成6人丧生 警方说 当时5名中国工程师正坐车从伊斯兰马巴德前往工作地 达苏水坝 另外一名死者是巴基斯坦籍的司机 巴中都宣布这是一次恐怖袭击事件 最新的消息说 一名攻击者开着撞了炸弹的汽车 在水坝工地附近的山路上 撞向载着5名中国工程师的汽车 炸弹被引爆之后 车辆翻覆跌入了山谷 根据BBC的报道 这已经不是巴基斯坦的武装力量 第一次攻击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和中国工程师和工作人员 2021年 一辆载有中国工程师的巴士 在达苏专案附近遇到了袭击 13人上升 其中9人是中国公民 有2名被告被判处死刑 事件跟在巴中两国境内被取缔的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有关 但是在新的这次事件发生几个小时之后 巴基斯坦塔利班就表示 他们跟这次攻击没有关系 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组成部分 在2013年由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 希里夫派政府启动 北京在巴基斯坦投资了620亿美元 用于建设道路水坝管道和港口等专案 达苏专案是中巴两国签署协议建设的一项水坝工程 另外2022年的4月份 在卡拉奇大学的中文中心前 一名女性以自杀式的攻击引爆炸弹 有3名中国教师遇害 之后当地官员曾表示 中巴经济走廊专案被搁置了一段时间 但是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发言人曾表示 项目还在继续 但是已经决定减少这一类的人手 所指的应该就是中国人 报道说 在此之前 针对在当地中国工人的一些攻击当中 皮露之极端分子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曾宣称对世界负责 报道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 皮露之极端分子担心中国在当地的项目 会破坏该地区的人口现状 和担心稀缺的本地资源被移交给那些不属于本省的人 所以该组织持续地把中国人作为攻击的目标 另外一方面 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的北部 吉尔吉特 巴尔蒂斯坦和克西斯坦的交界区域 存在着对中国的仇恨 因为中国在新疆虐待穆斯林 就是说一带一路它背后其实隐藏的是中共想要对外扩张 这既有地缘战略方面的因素 也有这种经济和军事多重因素的考量等等 这种现象恰恰说明了中共这个一带一路 它背后真正的图谋 其实是要进行全球扩张的这么一个计划 但是它无形中相当于是中共插了一手 插了一只脚到了这些复杂的地区 所以在这些极端组织的眼中会认为 甚至中共是在利用做这些工程 在经济上 在很多方面都在支持巴基斯坦的政府 来压缩他们的地盘 掠夺他们的资源等等 所以它就会把中共也视为仇敌 就把中共派过去的这些工程人员等等 它都视为是外来的侵略者 或者视为是压迫者 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向本台分析 发生这样的恐怖攻击事件 恰恰说明了中共一带一路计划 其实并不像中共自己所说的那么好 并且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合作计划 它其实有中共更见不得光的背景和因素 因为尤其是在巴基斯坦 所谓的中巴经济走廊 这里是世界上出了名的 涉及到民族 宗教 各种矛盾 特别复杂的这么一些地区 没有正常国家的投资者会在这种地方 投资这样大型的工程 但是中共宁可赔本 甚至是宁可赔上这么多自己国民的生命 牺牲这么大的代价 它都要去投资 真正的原因是中共要把中巴经济走廊 以及附近的港口等设施 视为战略要地来经营 第二个就是中共针对新疆 穆斯林的这种残酷的迫害 这些罪行曝光以后 也引发了很多这些组织 尤其是新疆穆斯林的这些纪念组织 他们对中共的这种仇恨的情绪 第三个就是直接涉及到经济的因素 一带一路它其实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它都是把这些工程是承包给国内自己的公司去做 也就是说在当地人的眼中 他们会视为中共这些公司 其实是一种经济掠夺者 来开采当地的自然资源 但是却工作机会或者是经济发展机会 却并没有留给当地 所以才会频频出现对他们这种暴力的攻击 中共一带一路 在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计划有数十亿美元 但是巴基斯坦人长期以来一直抱怨 他们并没有公平地分享到这些计划 创造的就业机会或者是财富 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 如果观众朋友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持续锁定新闻大事件节目 也请您多多留言发表您的观点 别忘了给我们点赞转发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感谢观看